爵士唐门讲述的是唐三成神一万年之后的故事 虽然主角变成了霍宇浩 但唐三仗着斗罗开山男主角的特殊光环 没想到他竟然让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女主 为了衔接之前的故事 剧情一开始 唐三竟然以旁白的身份讲述了这一万年以来 斗罗大陆发生的变化 很多小伙伴看了之后纷纷调侃 万年之后唐三犯下三宗罪 除了帝国分裂和唐门没落 最后一个简直无可饶数 第一宗大罪就是帝国大陆纷争不断 熟悉剧情的小伙伴都知道 唐三和比比东战斗的时候 斗罗大陆最主要的帝国就只有两个 他们就是天斗帝国和新罗帝国 比比东的宏愿只为一统斗罗大陆 可惜最后却被唐三制止 没想到万年过后 两大帝国竟然演变成四大帝国 帝国纷争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变得越演越烈 无数平民百姓在国战中丢了性命 这样的结果明显有为唐三最初的想法 只是从现状来看 唐三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的责任 如果比比东真的统一了斗罗大陆 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 第二宗大罪乃是唐门衰退 唐三之所以在斗罗大陆创立唐门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前世的遗愿 毕竟唐三的前世是唐门的一位外门弟子 打死比比东之后 唐门顺水推舟变成了斗罗大陆第一宗门 他的地位和影响力绝对不属好天宗 没想到一万年之后 唐门竟然没落到不忍直视的地位 万年之后的唐门竟然只有唐雅一人 贝贝出现之后 贝贝变成了复兴唐门的第二人 至于后面加入的霍宇号 他竟然是加入唐门的第三人 如此凄惨的景象 甚至不如一个小小的宗门 很多粉丝吐槽 不知道唐三离去之后 唐门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管理 无论怎么没落 也不至于只有唐雅这一个光感私利 而且唐雅的武魂还是蓝银草 如果无法进化成蓝银皇 几乎也是没什么卵 最后一宗大罪就是唐门秘籍 竟然已经到了烂大街的地步 为了招揽霍宇号 唐雅直接拿出了玄天宝路 要知道 当时的霍宇号只有十几 战斗力非常微弱 从当时的场景来看 就算没有遇见霍宇号 唐雅也会为了拉人随随便便赠送唐门秘籍 好歹也是唐门秘籍 当初唐三可是靠着这些秘籍一路开挂成神 没想到唐三成神之后 这么厉害的唐门秘籍已经彻底烂大街 从唐雅的表现来看 只要愿意加入唐门 都能轻松获得玄天宝路 要是唐三看到这一路 估计也不会原谅自己吧